今天我們來講講中三的 More About Factorization 因式分解 同學見到題目已經一大著嚇倒了 其實很容易而已 只要大家記住以下的兩個手則 就應該無枉而不利 手則一就是千萬不要Expand 蛇都死 要不然神都幫不了你 第二個手則就是括弧裏面的東西 是一個神的啟示 所以不要把神的啟示 立遠拆開一拆開 什麼都見不到 什麼都Factorize 不到 我們馬上看看神的啟示 就是有顏色的1-3p 只要當作1-3p 一個單丁X的狀態 其實題目就演化為 4x² 加15x-4 的題目 很簡單 只要用Cross Metaphore 就會做到4x-1 和x-4 所以我們會把4 放在正確的原項位置 而空白的地方 就會代表1-3p 這樣就完成了Factorize 同樣看到 這麼長的題目 都是一剔過 用Cross Metaphore 完成了 剩下的元素 只是Expand 再做Simplify 就完成了 不過這麼長的題目 很難 音濕位 只能抽出Common Factor 之後呢 一開始用Cross Metaphore 抽3 這樣便會變成1-4p 和5-3p 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記得訂閱我們的數學999 考試不用搜 搜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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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